OK 3 2 1 Action 好各位YT的觀眾好 今天又到了更新影片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如何解決downswing 如何解決downswing 那相信撲克的downswing是 許多許多玩家都會碰到的 那今天呢 只為做一個非常優秀的教學 而且最屌的是我們一鏡到底 因為我們沒錢請剪片師也找不到適合的剪片師 所以我們就一鏡到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什麼叫downswing 我們大概挑了一個5月到9月的 2012200 session 其實這個可以看到成績不是特別的好 我們這裡打了15000手 其實沒有打很多啦我只是隨便挑一個 然後其實只有水上一點點 然後把我們的鏡頭挑小 這裡其實只有水上一點點 然後扣掉Rack應該是沒什麼賺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 甚至有些人是一路往下的 你心情可能就不是很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做呢 該怎麼去解決這個撲克的問題呢 那指揮老師就在這邊特別特別教學喔 那首先這裡N8 現在基本上都是打N8啦 所以我們都是以N8為一個這個教學的媒介 首先我們先把這裡關掉 不要打勾都不要打勾 然後看到輸贏 這裡有個輸贏 我們注意看右邊這個輸贏 有沒有看到 華祖這裡右邊這個輸贏 我們把這個打勾打勾 注意專心看我們贏的位置 把他打勾打勾 輸的位置我們先暫時不要看 偶爾勾個一兩個輸的session 看起來比較真實 主要還是繼續勾我們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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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的這些贏的都這樣把它勾起來 偶爾輸一下 贏的贏的輸的 這個屌贏的贏一千多美的 一座贏一千多美的 我們這一定要勾一定要勾 大概就差不多 差不多就這樣 稍微這樣勾一下之後 對不對 稍微這樣子勾一下之後 我們再一次按我們這個EV圖表 再一次按我們的EV圖表 哇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成績呢 就是一個突飛猛進的往上提升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不夠滿意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再勾贏的 我們這裡再重新勾選一次 我們再勾贏的贏的贏的 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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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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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不是真的那麼滿意的話呢 那你還可以把上面這個 你勾的輸的呢 來把它給拉掉 上面這些輸的都不要 我們再按一次EV圖表 好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NL200呢 是呈現一個屌虐的狀態 你屌虐的狀態 我們打了一萬手呢 在EV的曲線上 我們就贏了5700美金 那在EV的線上 我們贏了3400美金 那在Net的情況下 我們贏了5000多萬美金 那基本上 這樣就是一個解決你的 一個downswing的一個好方式 那這一招 這是我的第一招 交分享給各位 那各位打不贏的 魚類玩家呢 歡迎都可以使用這樣的招數 甚至你也可以把這個圖結起來 PO給朋友 然後就可以說自己 NL200屌虐 沒錯 那就跟很多優秀的直接擺手 或許也用同樣的方式 那接下來 這是cash game的方式 那我們錦標賽呢 要怎麼解決呢 錦標賽我們也一定會遇到downswing嘛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年呢 的downswing 遇到什麼情況 我們這裡先勾 我們這次用showsgroup 我們先勾今年的year data 然後這裡選擇 搜尋我們的ID 范直威 范直威 可以看到我們今年呢 打了1999場 然後在年初的時候 贏到了 在年終的時候 贏到了大概100多萬台幣的獎金 但是在5月3號之後呢 一路遙遙的下墜 遙遙的下墜 輸了大概到目前為止 大概80萬台幣的台幣喔 80萬的台幣喔 那ability跟RI都是非常的 不加喔 那錦標賽的當初肯定大家也會遇到 那心裡一定會非常難受 自我懷疑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 在這邊認真認真的告訴各位 好我們這裡呢 這裡沒辦法打勾 那我們該怎麼解決呢 我們這裡就是尋找一些 你覺得比你厲害的玩家 比如說在台灣的話 我們就選擇這個P券 小P 我們這裡就搜尋P券 然後 時間一樣 選取今年 然後我們按 按下來 嗯 有沒有看到 小P 我們這裡就選到了一個 我們的參考值 小P總共打了3563場 RI-8 我是-5 他是-8 然後我輸了80萬 小P輸了500萬 我們的BH就差不多一樣的悲劇 一樣的悲劇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心裡就可以得到一點點安慰 就是啊 原來台灣第一 也有輸錢的時候 那我只是運氣不好 都是遊戲的波動而已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心情 再次再次的得到一個提升 那如果呢 你們還是覺得 欸 P券可能不夠的話呢 我們這裡再提供你幾個ID 再提供你幾個ID 呃 我還認為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牌手 叫做這個 Michael Adamo Michael Adamo 我覺得他是非常頂尖的牌手 那我們一樣搜尋Michael Adamo 然後 今年的成績 今年的成績 啊 Michael Adamo 我們認為頂尖的牌手 今年打了三百場 雖然他ROI不看 我們這ROI 如果他ROI太高呢 我們就把這個ROI縮起來 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Profit 是輸了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輸了兩千萬的新台幣 那他的Ability呢 也是跟我們一樣 我們三個是並列的 並列的Ability 在Shotscuber上認同 我們三個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那這樣子呢 相信你們各位的心情 一定可以得到 輸非常非常大的紓緩 這就是所謂的 這不是健身安慰劑喔 這個叫做數據的參考 數據的決策 好 那這是我的第二招 以上兩招呢 分別 獻給這個 打Cash Game的朋友 以及這個 打特朗門的朋友 我認為都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好 剛剛說了這麼多 最後來教我們的大絕招 第三招 好啦 來 其實剛剛那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只是開開玩笑啦 就是希望 我覺得 這個 我不希望每次都做太正經的影片 偶爾開開玩笑喔 大家心裡也知道喔 那其實這個是我真正面臨的問題 現在是認真的TEMPO 就是 我今年其實 在特朗門上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然後 我一直不知道怎麼解決 然後在台灣我覺得 也沒有太多人可以協助 因為打台灣的 在台灣打特朗門的 pro 我認為 我認識的只有小P 然後我跟小P聊過幾次之後 不是說沒有幫助 只是說 通常都認為我的場數不夠啊 或是也是肯定我的技術 但是我自己還是非常困惑 那我可以先跟各位面臨說明一下我現在的情況 其實我的情況就有點像是 我在 繼續打了2500場的特朗門 你可以看到 這裡都可以查得到 今年 其實就像今年啦 今年打了2000場 然後 卻一直是沒有起色的喔 然後雖然前面有贏 覺得自己是還可以 可是後面還是 都輸回去了 然後就絕對不是很確定說 到底是什麼一個情況 因為到底是DUNCE WIN 還是我技術不夠好 還是什麼 為什麼 會這樣呢 那我會有這個 嚴重的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 其實我認為自己的速度水平 應該是非常不錯的 也不是說頂尖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 我花了不少的時間 在學習跟實踐 跟參考別人怎麼打 然後軟件我也按了非常非常多 但所以很明顯的在Cash Game 或是在 一些Live Tournament 在很多的Game上我都是Profit的 而且都是不少的Profit 在我全職兩年以來 我的Bankrow從一開始10萬 到現在已經有不方便說的一個數字 大概就是幾百萬台幣這樣子 然後我認為從10萬翻了幾十倍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數字 但是 在GG的Tilement上我卻一直沒有贏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困擾我的 然後我卻得不到解答 所以我就決定 在昨天這兩天 我就決定請我朋友 幫我翻譯了一封信給BenCB 那這裡我覺得 你們也不用看 我就貼上了 我就大概跟你們說 這封信的內容大概就是說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在大部分的Game上都是引力的 就是我跟BenCB說 我覺得我在大部分的Game上都是引力的 但是 但是卻無法反應在我的 GGTilement上 然後我不知道到底是 因為我的 Edge變差了 還是在GG的情況 在打 No Hard Tilement 因為POPOZA是有Hard的 然後N8是No Hard的 那是不是 還是在這些 在這些SPA我是處理的不好的 但是 我卻無從得知 因為如果今天我確定 我是一個打得贏的玩家 如果今天我確定我是一個打贏的玩家的話 那不管輸了一兩百萬 我都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只要一直打一直打 知道會有一天是我贏 但是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輸錢的玩家 那我們就不應該繼續一直打 因為你在打只是在送錢 我們應該先把這個錢拿去學習 這是一個大家應該都非常有sense的 但是今天最大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我呢就是范子慧我本人 在目前的這個階段 我不是很確定 我也不知道怎麼確定 在我的這段Tournament的Down Swing 究竟是手術 場術不夠還是我有打得不好 因為無從得知 特別在台灣我就認為 沒有這麼好的 整體的撲克水平的情況下 就是教練啊什麼都不夠多的情況下 其實非常難去judge你們 比如說我問過一些我認為非常好的牌手 比如說傑克小肥棒賽 其實他們都說Tournament 他們都對我說Tournament是很大的波動 他們覺得我輸出贏也是正常的 他覺得我打的級別比較高 所以我有輸錢 他們的意思是很正常 他們也覺得我不應該是 他們應該 他們也沒有說我非常厲害 但是覺得我應該不是弱的玩家 那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 這個問題就在於 沒有人可以真的這樣告訴我 去審 我不知道怎麼審視這件事情 譬如說像 Cash Game 譬如像Cash Game 我們可以透過Pile Solver 我桌面上有一大堆的軟件 或是數據軟體 或是可以跟Feddy討論 像I.M.Feddy就是一個 RUN的 我的好朋友 也是RUN200的一個高手 Cash Game的一個高手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討論得到答案 但是在Tournament上 其實我並沒有這樣的夥伴 吉祥啊 Feddy他們都不太打Tournament 然後Tournament本來就是一個 Dominic 就是 Cash Game是每一個 每一手牌都是獨立的SPA 當然有一點點的排座動態 但是錦標賽是全部 每一場錦標賽都是大量的手牌 然後大量的動態的SPA 最後得到一個結果 你是Bubble還是 你是Final Table 還是你是很早就出局了 但這個結果不能只用單一手牌來決定 所以其實 在Tournament裡面會遇到非常多困惑的情形 所以我就打算 我就寫了一封信吧 我剛剛中文講的這些 描述給BenCB 然後希望他可以 可以給我一些幫助跟建議 然後我在信中文也是有跟他說 因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請人家翻譯這篇文章的 那如果願意 如果他願 如果這個方式 我的這個問題是可以 付費被解決的話 他好像一個小時收五百歐元吧 大概就是一萬五一萬六台幣 我覺得也是非常OK的 所以我直接跟他說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 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如果是需要付費的話 請務必告訴我 我一定會 就是我一定會準備好翻譯 然後跟他做一個Live的課程 那未來如果有心得 真的有發生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再把心得跟各位分享 然後因為最主要還是 我自己想知道 呃我自己在這個 特勒門到底是 遇到了什麼樣的情況 才會導致 呃我這個悲慘的成績 悲慘的成績 一路向下墜 就再也沒贏過 那我 所以我覺得是 大概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提出這個 並不是想當我自己 不是把自己當我的個人臉書 是希望各位都知道 找到自己該怎麼去 找到自己該去解決的 downswin downswin絕對不是一個 呃一定會一直有的 但他也不一定是一個 一定真實的現象 有些人其實就是技術不夠好 但他一直是告訴自己 是運氣不好 那這樣其實是不ok的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一定要找出自己 呃 造成自己downswin 造成自己輸錢的一個原因 那今天在這部影片 其實我並沒有 包括第一個跟第二個是開玩笑的 第三個我並沒有實際的告訴各位說 到底要怎麼解決 那這個未來可能會透過 呃 一些更深入的影片 跟告訴各位怎麼調整心態 或什麼 心態方面我覺得都很ok 但不會就是 這部片的重點 這部片我只想傳達一個概念 就是 當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一定要想辦法去解決它 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問人 那譬如說如果 呃你們是一些 呃 級別比我低的玩家 然後覺得我的水平 是可以coach你們的 你們也可以來問我 或是去問一些小P 或是 呃 Nevin 棒賽 捷克船長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打 台灣也有非常不錯的 玩家 都可以去詢問喔 那我覺得重點是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那我今天會 丟出這個 我跟 BENCP的這封信呢 是想告訴各位 我在 我遇到的情況 以及我怎麼去 想辦法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也是其實花了 我並不是輸個三五場 我就這樣講 我也不是輸個三五場 我是輸了兩千場 也不是偷著打兩千場 還是 沒有感覺到明顯的起色 然後我不清楚是什麼情況 那在 深思熟慮之後 我決定 最後準備一筆錢 跟 請朋友幫我翻譯 然後去想辦法找 BENCP討教 那這就是我的解決之法 解決之道 那希望你們也可以在 撲克當輸贏的時候 或是輸錢的時候 或是 程度不夠的時候 找到 符合你們的 解決之道 可以讓你們的撲克 越來越順遂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一樣 這個就是我的OPS 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OPS 直接錄製喔 所以就沒有任何的剪輯師 那目前我們的頻道 因為還沒有找到 適合的剪輯師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非常 喜歡撲克 然後也是熱愛剪輯師的 歡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你可以私訊我的 Instagram 或是Fanpage 或是Discord 來聯繫我 想辦法聯繫到我 然後可以跟我討論一下 你能不能做我的剪輯師 那在此之前呢 我們就是用這種 比較陽春的方式 但是一樣沒關係喔 我希望 我本來這部頻道 就不是為了收益 或是幹嘛 我只是想傳達一些 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給各位 然後我認為台灣 比較少人在傳達的 我不會一直去做一些很 對我來說相對無聊 沒有意義的手牌講解喔 好 有空再說 有空再說 今天就先這樣 掰掰